欢迎回来发达广场的时间家 最爱心美嘉宾 就是要财证券的高级分析员 直耀辉Stanley Stanley 你好 Stanley 看看大市表面 恒指现在跌56点 去到23627点 其指方面跌13点 低水97点 而国企指数跌24点 去到13243点 看到港股今天方面 月跌跌深了少少 跌多了 其实会不会见到后市来说 已经是年升六日的时候 一个摊头客 基本上都是有什么情况出现 如果你说回到最低位 这一轮的最低位 是22500点附近的话 正好上现在236800点 这个水平 基本上都累积升了1000点 所以大家看到图表上 基本上看到 之前的港股 曾经最低 是试过来说是22500点 这些位置 你说见到之后 其实见到都连续是 上升多日 大家说是123456 现在已经升了6天 今天来计算 暂时见到高位度有些增持 还在出现 在年升多日之后 在高位度有个整固 其实都是比较正常的现象 记得到今天走势方面 比较到今天的表现上 其实会见到 恒指的波幅不够100点 意味着港股在23600点 和2318点附近 基本上增持力度相对比较大 事实上 昨天大家也见到 你说大市上升的最大的动力 都是来自和黄 和来自一些 MSCI方面 有些组合的改动 所以你说今天来计算 暂时初步看 成交量都比较多 所以对市况 后市来计算 都是比较乐观的 但6月份来计算 大市的变数仍然存在着 特别是在美国QE2方面的情况 主要对全球的 现金流向 都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影响 还有比较大的 大家可能都要关注的因素 就是内地方面 虽然你看回之前 都见到 例如西纳 东欧的一些 欧洲站围的机器方面 都会舒缓 但看回内地方面 始终通胀压力仍然持续存在 外面内地会否端午市之前有加息行动 我想是市场比较大家关注的地方 所以预计港股来计 短期内 现在暂时初步看 如果收益到23,500点这个位置 初步看后市仍然比较傾向 但如果再失手50天线这个位置 我想对后市仍然会在23,500点这个位置 可能会再到行政股当中 不如看内地股市表现 看到上证组合指数现在跌4点 去到2739点 互深300指数暂时没有升跌 在3,001点 深圳城市方面升25点 去到11,690点 内地股市似乎缺乏方向 其实会否见到内地股市的情况 会否都是6月份的时间 稍为做好 还是大家都要看清楚 始终市场上的变数 尤其是内地方面基本上还是比较不明朗 正如刚刚提及到 端午市之前会否有加息的行动 这方面大家都比较关注 但再长远一点 现在看到内地方面 本身大家都担心 就是说5月份的CPI的数字 会否有机会就已经是 是5.5 甚至乎6月份 会否更加高见到6%的水平 因为你看到现在很多的电方 和一些的刊程之下 变成内地的通胀数据 大家都仍然是处模的阶段 因为这个变数 就是人行会否有机会再出招 这个变数 仍然对市场方面 也有一个比较大的争议 随之以外 大家都知道 就是关于中央方面 都说了有些地方 有些债务开始要有些重整 或者是有些 要再做一些行动 虽然对狼人股本身 都可能会有少少压力在 因为如果有些 开始审批或重整的话 可能某程度上有些 亏损或负担 是有些狼人股反而会承受的 所以这方面的变数 其实都会影响短期 或者股市的表现 国际上来讲 5月份 其实内地股市做得比较远一点 特别是A股方面 跌幅是5.7% 如果看回全国亚洲区来讲 就算是日本 都是跌到1%左右 你见到内地股市的跌幅 相对比较大一点 所以你说6月份的走势 会不会仍然那么差呢 现阶段来计算 当然有些差的 物理因素仍然存在住 但我想 怎样都好 估值上仍然处于比较偏低 所以始终就算要再跌的话 其实空间未必太大 好,谢谢大家 另外不如看看市场上的二栋股 见到领匯公布了 全年的成绩表 看到全年来讲 可以分派的收入 就有24亿5,800万 按年升了1,500万 而末期 每基金单位就分派57.59 期内收益和物业收入淨额分别增长 7%和1成 去到53亿5,300万 和36亿4,400万 其实见到全年业绩来讲 按年就升了1成半 算不算是你预期之内呢 基本上 你看到领匯 这些房地坑基金 你见到领匯本身的市场表现 都算不错 当然你说今次分派的单位 是一些 如果是全年来计算 派成110.45 如果领区本身是过几的话 相比起现在的股价 大概是26元的水平左右 你预计可以计算得到 其实那个 西纪律方面 也有4% 佔4%左右 如果以领匯本身的业务发展来说 其实仍然是比较理想 尤其是领匯近这一年开始 都积极地翻新一些旧有潜力的赶场 例如比较大型的 是落户这方面的商场 但也翻新完之后 基本上都可以引入很多 比较连锁式的集团 或者比较具知名度 变相令到租务收入方面 可能会有更加好的一个表现 所以前景方面 其实我对领匯本身 其实都仍然是比较乐观 记得到公司预期 业务上 都记得到 就是类似未来来 都会有6个资产提升的项目 涉及资金是7.8亿 就会预计未来这两年 都会完成的 相当如果将一些业务 作为一些资产再翻新完之后 变相租务收入方面 或者租金收入方面 会有机会总部提高 所以变相对领匯来计 其实都会是一个比较正面的讯息 所以当然 如果看回那个资产来计 我们说 相比其他一些 本身上市的房地坦基金 他未必是最吸入那一只 但是前景方面 我觉得领匯本身 就算是有他的独有资处 所以变相 如果是投资价值来计 我觉得领匯而计 是现价来计 都是有个大家可以考虑的地方 见到他份业绩里面 去年的基本租金收入 就按年升了9% 而占整个年度的收益 就去年是5.7% 今年就达到57.8% 其实会不会见到 这个租金收入 今年来说 按年升了9% 是稳步增长 还是看到开始增长 有个货门的迹象 我想到是一个稳步增长的阶段 因为始终看公司的业绩 或者业务本身 你说随着一些新的商场 它可以翻新完之后 其实租金方面 其实上升的支持力度 都相对比较大 所以变成说 如果看回公司的未来的事 刚刚提及到 就是说 他未来这两年 都会有六个项目 会有一个重新的 所以变成说 这方面来计算 我想对租务收入方面 仍然会有个比较简面的帮助 好 谢谢 这节目时间差不多了 下一次回来 就是板块直击的时间 要财证券的高级分析员 直耀辉 就会继续和大家分析下 医药板块的最新动态 看看恒指现在最新跌着53点 去到23631点 下一节回来再和大家见面